你去一趟白领岛吧 主君要释放金庆村将军是吧 去把他丢进海里 主君 他是国家的优患 想挑战权力之人 是没资格得到宽恕与慈悲的 你们懂了吗 请不要再使用报信了阁下 你不害怕天谴吗 竟然要处死忠诚 难道不怕天下人唾弃吗 有哪位掌权者 不受人唾弃 你们最好听清楚了 在这高厘土地上 任何人的光芒都不能超越我 只要超越我 就是谋反 谋反 那就是谋反 听懂了吗 公子还活在世上 上次被士兵拖去海边投海的时候 那士兵不知是怎么回事 手下留情让公子有机会逃跑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我的天哪 什么 他要再回来江都 是 公子是这么说的 什么 他究竟想要做什么啊 为什么要回来这 公子说 在远行之前 公子想要来江都 见大夫人最后一面 那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 竟然还要回来 竟然死里逃生了 就应该逃得远远的才对 怎么能够再回来这里 他在想什么啊 今天 一定要分出给高下才行 冷软 这是放任 天哪 他们两个人 究竟已经打多久了 已经打了一个时辰了 一个时辰 他们竟然能打这么久 看来这两人实力相当啊 反正 一定要比出高下 才是武士的本职不是吗 好 好 打得好 好 强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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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强盗